新增一本Google日例 那对我们生活来讲 我觉得照片这里很重要 地图也很重要,对不对? 那Google日例呢,当然也很重要 所有事情都记住在这里 那因为在电脑做手机同步 所以呢 很方便 就切换到Google日例来 Google日例来,进来第一件事情呢 预设它好像是用周的方式 我看这个不太习惯,因为电脑画面很大 所以我在电脑习惯就切换到什么? 月 那在手机呢,我会切换到什么? 时间表 时间表是什么?事情list,这样比较方便 在手机因为画面很小 所以我只列几个地方 手机我会切换到时间表 电脑会切换到月 那老师,那这是我的事情 这样 日历可以很多个哦 进来这边切换,第一个你会 第二个在这里,先看一下 我可以加新日历呢 我想把个人的事情跟学校分开来 你可以新增一个日历 就叫新增日历 好,这是我们参谋国小的,我要建一个 学校事情我就打在这个日历里面,我想把它分开来 诶,建完喽 建完喽,所以这边多了个,来,全部关闭 这是一片空白,看见吗? 所以你的Google日历不是只有一个 你可以建的,可以把自己跟学校的分开 不过我个人我不喜欢这样 我怕我太多看起来很花 这个,那你先看一下吧 这是我个人日历在这里啊 那这是学校行事历 OK吗? 这是我太太的事情 要去,没法 那,要西体这边到齐了 那大家往下看哦 那这是我女儿的事情 诶,这是我女儿的事情 来,关闭 他们都可以做头目 我跟你讲说,Google软体有个特色 第一个,她软体不会很难 第二个,软体会整合 第三个,她可以做什么?共享 像是共享啊 我给我太太很大的权利呢 你看这是我的日历哦 共用在这里,先看一下吧 我给我太太权利是什么? 她有最高管理权利,她可以改我所有事情 我儿子呢,她人在美国,她们在管 我说给她看,这是给你看 我不想给她看了嘛 我不想给她看了什么 你只看我有空,什么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 你卖毛袜 我给她是最高权限 这个,这个查看,这个是权限的 我们这样设分开,我觉得有个好处 我女儿有时候需要我载她的时候 她都不用问我 爸爸,你哪天有空吗 载她的手机就知道我有没有空了 好,来,那这学校事情呢,我想把它分开来 所以你日历还有几个哦,这学校事情 我现在点进来 假设说,这9月14号要做什么事情 我随便打个事情,打进去哦 那就加进来了 那我的事情是这一个 你可以分开来管理 在你的手机也都看得见这个 你看懂吗 所以新生日历从哪里加,这里 你可以把它加进去 你可以把自己的日历跟学校的日历可以分开来 可以同时看见,就关闭 哦,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你去就很清楚了 来,请各位先从这里先进到日历来 第一个先练习 正常在电脑画面很大是这个 在手机围切换成这个 好,那接下来从这里先新增一本日历吧 日历新增完可以再把它删掉,没关系 你先进去 然后再来 我先进去 感谢观看